答應我 一聲令下幾千顆水球 同時直衝天際 11號上午內湖高中 一年一度的畢業水球站開打 現場準備6萬顆水球 就要讓學生好好紓壓 打我一顆 還你10顆 學生瘋狂互丟 還有人激動的抱成一團 一起疊進泥鬧裡 弄得全身都是泥巴 有的學生還佩戴護目鏡 就怕被丟到眼睛 田醫學學長跟我們班會買的 就是護目鏡 就是在丟水球的時候就戴著 不要讓眼睛受傷 我覺得感情可能不是太好 整個直接被拖下去 真的很痛 然後後來被拖下去 泥巴裡面直接用踢的 短短10分鐘的水球站 是內湖高中的傳統 就是象徵水球丟得越高 考得越好 也是我的少女時代 電影裡的經典場景 不過往年曾有台北市長出席同樂 今年本來柯P也要來 卻臨時喊咖 被質疑是怕南部缺水 議題被放大 我們在行程會議上討論的時候 提到這個行程相關的重要性 但其實今年市場沒有去 當然是蠻可惜的 不過因為跟中央也是有些 跟中央的會議在 辦公室還有就是重點的樓層 都有做就是 深水的標語還有宣傳 內湖高中校長也表示 水球站不僅是傳統 也是一個有教育意義的祈福活動 就是希望七月指考的學生 能夠遇水折發 每週二八號 畢業快樂 記者黃小平 許楊芳 台北報導 當然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